火車車廂內兩名富人迫不期待 慶中秋竟然脫下口罩開始吃起月餅 你一口我一口還看風景聊天 他們搭乘的是9月6號普悠馬425車次 列車長發現後來勸導 兩人一度假裝配合 結果列車長前腳才剛走 兩人又繼續吃 似乎忘了旁邊還有好多雙眼睛 盯著他們誇張的行為 全被民眾拍了下來 雖然降到二級後 台鐵已經放寬搭載人數 但車廂屬於密閉空間 防疫規定上還是非常嚴格 雖然不會每分每秒都有人巡邏 但大部分乘客還是會遵守規定 不過遇上這樣的狀況 就怕發生衝突 要上前制止 民眾還是覺得怕怕的 可能觀感不好吧 可是我也不會去特別阻止他 我可能會自止不理吧 我也不敢做什麼的 就當然都沒看到 可能離他遠一點 不敢勸導沒關係 只要通報列車長 或是按車廂服務鈴 就會有專人來處理 台鐵也提醒 除非是基本 省理上需求的飲食才OK 如果說是因為吃藥 或者是口渴 那喝一下水是可以的 那喝完之後 馬上要把口罩帶回去 你勸不聽的話 那必要的時候 我們會請鐵路警察 把他攜帶 把他帶下車 不只會被當中拒載 請下車恐怕還會被罰錢 因為這樣的行為 已經違反傳染病防治法 最高可以開罰一萬五千元 看來偷吃一口 代價可不小 所以也要提醒民眾 四天中秋連假就要來了 出遊搭車 肚子在餓 為了健康跟荷包 還是得忍一忍 TVBS新聞 高志宏 吳云亞 花蓮採訪報導 請大家訂閱按讚 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